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日应召集圣会 任何劳工都不可做 七天内应给上主奉献伙祭 到第七日应召集圣会 任何劳工都不可做 上主分事梅室说 你告诉以色列子文说 何时你们进入了我次给你们的地方 在哪里一有收获 应把你们收获的第一束交给施制 施制应拿这一束行摇礼 献于上主面前 好为你们获得月纳 施制应在安息日的次日行摇礼 在你们拿这一束行摇礼的那一天 还应给上主献一只一岁无瑕的公高阳 作传凡制 同献的数制 应是十分之以握法柔条的世面 作为中月上主轻香的火制 再加四分之一新酒 作为殿制 直到那一天 即直到你们给你们的天主奉献祭品的一天 你们不可吃生物造的饼 烤的或新鲜的墨碎 这为你们世世代代 在任何住处 是一永久的法令 从你们献物促行摇礼的安息日的次日起 应计算整个七星期 直到第七个安息日后的次日 共计五十天 那天应给上主奉献战身的数制 由你们的住处带来两个行摇礼的饼 每个用十分之以握法的发酵世面酵成 片与上主作初熟之制 饼以外 还应奉献七只一岁无瑕的公高阳 一头公牛独和两只公棉羊 作献与上主的全凡制 还有同奉献的数制和殿制 作为中月上主兴香的火制 还应献一只公山羊作熟罪制 两只一岁的公高阳作和平制 施制应拿这两只公高阳和初熟制的饼 在上主面前行奉献的摇礼 这是属于上主的圣物 应归于施制 在这一日 你们应召集圣会 任何劳工也不可做 这为你们世世代代 在任何住处 是一永久的法令 当你们收割你们地内的庄稼时 你不可割到地边 收获后剩下的税子 不可再拾应留级穷人和外方人 我 上主是你们的天主 上主分是梅室说 你告诉以色列子文说 七月初一 为你是完全休息的日子 应吹号角 召集圣会 任何劳工都不可做 应给上主献一伙祭 上主分是梅室说 还有七月初十是属聚节 是你们应召集圣会的日子 要黑己苦身 并给上主奉献一伙祭 这一天 任何工作都不可做 因为是属聚节 应在上主你们的天主面前 为你们自己行属聚祭 这一天 凡不黑己苦身的人 应由民间铲除 这一天 凡做任何工作的人 我必由民间消灭这人 任何工作不可做 这为你们世世代代 在任何住处 是一永久的法令 这是你们应完全休息的安息日 应黑己苦身 这月初九旁晚 到次日旁晚 你们应守这安息日 上主分是梅室说 你告诉以色列子文说 七月十五日是帐篷节 应为上主举行七天 第一天应召集圣会 任何劳工都不可做 七天之久 应给上主献火祭 第八日 又应召集圣会 给上主献火祭 这天是圣大集会的日子 任何劳工都不可做 以上是上主的节日 你们应召集圣会 照每日的规定应给上主献火祭 传帆祭 数祭 祭献和电祭 此外 还有在上主的安息日 你们献于上主的礼品 还愿祭和自愿祭 七月十五日 你们收了那地方的出产 应七天举行上主的节旗 第一天和第八天应完全休息 第一天 你们应拿着树木结的美果 棕榈树枝 叶物的大树枝和溪边的柳条 如此七天之久 应在上主你们的天主面前起落 你们每年应七天之久 举行者上主的节日 且应在七月举行者节日 者为你们世世代代是一永久的法令 七天之久 你们应住在帐篷内 凡以色列公民 都应住在帐篷内 好叫你们的后代知道 当我领以色列公民出来埃及国的时候 曾使他们住在帐篷内 我 上主是你们的天主 梅室就这样给以色列公民 宣布了上主的节日 请支持网上圣经阅读 请按赞好及订阅 感谢 感谢 请不吝点赞好